小动作不断的菲律宾又来搞事情 最近菲律宾正式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 要求扩展它在南海的海底大陆架权力 消息不长 但这事儿不小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普及一个尝试 沿海国的大陆架是指包括其领海以外 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扩大到大陆边外源的海底区域的海床以及地图 那么再来看这次菲律宾主张的所谓大陆架权力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菲律宾外交部的说法 这次申请主要涉及的范围是巴拉旺省西部外海 诉求把这个区域的大陆架从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扩展到350海里 那这个350海里是很有讲究的数字 根据1994年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 沿海国的大陆架范围从领海基线开始量 不足200海里的按照200海里来算 超过200海里的虽然条款里头有不同测量方式的描述 但都有一个不应超过350海里的说法 也就是说沿海国对于大陆架的权力主张范围最大 就不能超过350海里 那么这次菲律宾就是卯着这个最远距离350来使劲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就明白 如果说菲律宾把西巴拉旺区域的大陆架拓展到350海里 那么就会把中国南沙群岛 还有中国主张管辖的海域给包含进去 这其中也包括最近菲律宾一直不断惹是生非的仁爱叫等等 那为了这份申请的菲律宾是煞费苦心 他们声称有国家测绘以及资源信息局领导的一个工作组 花了15年时间来收集和处理要提交的数据 那大家要问了 大陆架听上去更像是一个自然概念 它跟领海等主权概念没法比 菲律宾非这么大的力气去主张大陆架权力干什么呢 诶 恰恰就在于这个大陆架确实是联合国海洋公约当中 诸多划分海上权力的概念里头 更偏自然和地理的一个概念 但它又不仅是一个自然概念 它跟专属经济区权力也有点类似 专属经济区是联合国海洋公约提到的 一个为解决国际争端而派生出来的法律概念 它不是自然存在的 需要宣告主张相邻各国来协商 而且它最大的主张范围只能在200海里以内 而如果也是通过主张宣告或其他手段 确立自己的大陆架界限 那么沿海国不仅享有开发利用这片区域自然资源的专属权力 而且还享有建造和授权管理建造 操作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专属权力 而且范围可以达到350海里 这可比最多只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要大多了 看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吗 仁二郊上坐摊25年的菲律宾军舰 菲律宾一直打着运送补给的幌子往那送舰材 以期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 而随着中国海警执法力度越来越强 菲律宾利用仁爱礁来搅局南海争端的企图是越来越困难 于是菲律宾又把按搓搓准备了15年的所谓大陆架权力给拿了出来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菲律宾这条大陆架之路能走通吗 根据资料显示全球200海里以外的外大陆架可以达到237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2.3个欧洲的大小 由于外大陆架通常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资源和石油天然气 因此外大陆架化界就成为国际上十分重视和争议激烈的热点问题 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官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运行以来到现在 委员会一共收到沿海各国提交的一共94项 关于划定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申请 而目前的委员会已经对34项申请提出了建议 还有53项划界案有待审议 其中就包括这次菲律宾提交的 这34项当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像俄罗斯在2001年提出了第一份申请 就要求把门杰列夫海领以及罗蒙诺索夫海领划入俄罗斯大陆下 但最终因为信息不足而被驳回 那澳大利亚则是第一个成功完成延伸大陆架的国家 但因为其最初申请的范围涉及到南极 所以经过三年的审查和讨论 不断地修改调整 最终于2008年获批延伸大陆架界限 范围扩大了25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20个英国那么大 因此大陆架本身虽然是自然地理概念 但是它的界限确定 却涉及到非常敏感的海上权力问题 为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意识规则的附件一当中 就专门对争端情况下提出化解案的情形 做了具体指引 也就是说如果已经存在陆地或者海洋争端 委员会不应审议和认定争端 任意当事国提出的化解案 这也就是俗称的有争议不审议规则 中非之间乡下海岸不足400海里 存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重叠 由于中国外交部此前已经明确表态 中非在南海存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化解争议 菲律宾单方面提交涉南海外大陆架化解案 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那根据有争议不审议的规则 只要中国援引一时规则提出外交召会 反对审议有关化解案 委员会就应该遵守它的一贯实践 不做审议 也就是说菲律宾这次提出的申请 大概率不会得到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回应 那既然在有争端海域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 申请很难成功 那菲律宾在这个时候提交又用意在哪 可以看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以来 就开始大幅调整菲律宾的南海政策 在仁爱礁 黄岩岛 铁线礁 鲜宾礁等地 不断地制造事段 然而在中国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之下 菲律宾的种种图谋没有得逞 那在这种情况下 菲律宾就试图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等涉海的多边国际场合来开辟新战场 在菲律宾眼中 申请能否被审议乃至被通过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联合域外盟友 向中国来施压 同时诱导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南海政策 进行攻击和抹黑 在这次涉南海外大陆架问题上 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在南海仲裁案当中 为菲律宾提供法律服务的美国律师团队 也在向菲律宾提供相应的法律技术咨询 花样虽然不断翻新 甚至还企图通过所谓的 自然科学考证来增加砝码 但过往的事实一再证明 任何企图混淆事情的炒作 都注定是徒劳 阻挡不了中国捍卫 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中文字幕提供